你懂的呀 还有什么会放不下 世界很大 还去哪里呀 快乐就在我们脚下 快乐不加 你懂的呀 还有什么会放不下 世界很大 还去哪里呀 快乐就在我们脚下 没出发 met the bass kic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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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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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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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dank大家Do you have IRF зах 杨茜茜茜茜 opinionă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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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好 is heaven of all.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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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茜茜茜CE is the last story let's see you 回去了 回去了 回哪儿了 回到了就是正常的狐少峰 你们文怨兄话我们听不懂 真的都不懂文怨 好 下面是我们陈柏林 对不对 我是柏林 那我就白话一点好了 我就会咬文厥字这样 然后这是我第三次吧 第三次来到回来大本营 对 然后很开心见到大家 谢谢 他们是不一样的男神类型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风格 我第一次听到那个 韩寒要拍电影的时候 我就想他一定会来找我 他已经拍完了 也没来找我 不是 他来找你干嘛呢 你有欠他钱吗 没有 我欠你付钱 要拍电影缺钱 找他呢 还是找投资方的 我出了结婚 还有别的好吗 找投资方的 那是韩寒第一部电影 但是没想到 其实两位演员 私底下跟我们节目组说 他们对导演颇有怨言 他们说他们受够了 要今天来控诉 对 马上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导演 控诉大会 我们看看第一条 把欣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 导演 你还我男神的形象 为什么呢 我发生了什么 我倒是之前看过你们的海报 我也觉得有点惊讶 每个人往后的边 我觉得你们剧组是没有椅子的 什么时候微博上照片 蹲在地上 蹲在地上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陈柏林 在我心目当中 他是一个很讲干净的人 是网址来的啊 柯老师你是穿了他们剧组的道具 没有没有 邵峰你当时韩寒找你的时候 是怎么说服你的 首先我要谢谢快乐大本营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好好地控诉一下 我觉得他就是把我忽悠来的 怎么说呢 他跟我讲 邵峰啊 我们这个戏 兄弟们在一起拍戏 一定很开心 每天吃喝玩乐 一下子就拍完了 结果 他说话的时候好像导演 拍完一个电影 他都没有跟我们吃过一次饭 你为什么不跟人家吃饭啊 对啊 是剧组经费有点紧张 你找我啊 我为什么要跟你吃饭 你又不是女演员 听到没有 所以还把你 你就是拍这三个半个 你只跟女演员吃饭啊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片子的后期时间 非常的紧 所以我们是 白天拍 边剪 晚上剪 所以你们在吃饭 我在剪辑 其实我 谁知道他在剪辑 是有没有百亿之后演技 女演员呢 就他当时跟我讲 他说小冯啊 我这个人呢 不太愿意吃苦的 哈哈哈哈 我们去的地方呢 都是 好像 好地方 好地方 住的也好 吃的也好 结果不是孤岛 就是沙漠 哈哈哈哈 我曾经拍完狼吐腾 我说我再也 可能再也不会回到内蒙了 那么偏远的地方 对 草都没有一根 剧情需要吗 剧情需要 那问一下柏林好了 导演有毁了你的男神形象吗 他常常趁我们睡觉的时候 偷拍这样子 丑张 尤其是最经典的就是一张 就是少冯 应该是受风气的 对 对 说他演霍金的那一张 少冯说 对 绝对不要轻易在现场睡觉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一闪神就被拍了 不要偷偷跑到导演的车上去睡觉 对 绝对不要 我有好几次都是 所以他全部把你拍了 我们三个有一个群组嘛 叫影帝组 什么 影帝组 对 所以他把自己也归为影帝 对 影帝 所以他喜欢演的 然后他常常就会发 他今天偷拍我们的丑照上去说 要听我的话 这样子 用这些要挟演员 导演你这太过分了 那也怨不得我 你看就一个车放在那里休息 我去睡个觉吧 现在这样没有醒 然后左边睡一个 右边睡一个 我一看没地方睡了 我只能把他们拍下来 闲着闲着是吧 哎 我们有证据啊 到底导演是怎么毁了 我们男神的形象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暖片 他是带着迷人酒窝的阳光少年 是深情款款的暖男大人哥 是帅气无敌的魅力型男 他是霸气潇洒的蓝铃王 是柔情似水的八个 当他们都成了寒岛的男主角 竟然被打造成了犀利哥 没有打结 没有打结 外加着高领毛衣 老实外套的神搭配 韩岛 你真的够了 再来看看陈柏林的这张 忧郁的眼神 和满脸的沧桑 毫无四处的无尽苦衷 再来看看冯绍峰的禁语吧 你一定认不出他是 昔日来宾王 这简直就是邋遢王了 怎么会有这张啊 正不开眼的他 也是诡异的他 再去大王寻山的他 我没能信念 就是你不要再拍了 难怪男神都快被逼成男神经了 我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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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放过他们 还我男神了 我离开了 全部要不就蹲着 要不就在那个 原本只是在脑海当中 在脑谱这些对比 但是当他们真的拼到一起的时候 特别是邵峰那一张坐在椅子上 旁边是蓝绿王放着光 你就觉得你够很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但其实可以了 你看今天他们都回去了 只有我还留在那片工地 你觉得 你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的他们 虽然造型我们看到是那样 但是会不会其实在影片当中 大家也会爱上他们 当然 当然 因为你们其实没有发现 柏林有一个像浴袍一样的那件衣服 但是好像在十八里 十八里时装周是吗 我们走到了他们的前面 是真的是吗 是真的 还有三件跟我那件超像的 他们可能看到了我们的剧照 然后进行了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现在的时装设计师 都是看韩寒的微博剧照 没错 来寻找创作灵感 这次我也很想问 就是你要把他们打扮得那么邋遢 为什么要找他们两个呢 他们本人不就很邋遢 技术还偷也可以啊 你就是说他本来长得邋遢吧 他一直以为 他一直认为我们长得很粗糙 那么样 对啊 因为 因为我有的时候照镜 对 为什么是找他们两个 对啊 因为他们给大家感觉是那种 其实是这样 你知道我写完剧本以后啊 然后好长一段时间 我就在想 到底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来眼里 我就每天想每天想 我就每天照着镜子想 到底找谁演呢 如果演员在片场稍微休息的片刻 就会被导演偷拍 那今天的演员们 你们可以满足一个你们的要求 就是你们可以摆一个导演 最丑或者最怂的样子 然后你们两个在旁边很帅气 我们帮你们来拍一张照 我们拍到我们导演的 导演摆很丑 导演有他们 由他们来摆导演很丑的 你们来设计 你们来设计好了 你们来设计 啊 可不可以有点 装面的改变 对 为什么还有道具 就别太毁他了 在我脸上写诗吗 在我脸上写诗吗 我觉得这么早就玩这么 打呀 我画一个快套 这太猛了吧 脸上线吗要 脸看吗 好 好 不是画导演吗 必须下大招 怎么画我都是充满着阳刚气息 我们导演的阳刚气息非常不重 今年那个流行款 我好 我看一下 绝对 我觉得应该是在镜头里 看不出差别的对吗 你真的天真的认为 拍出来没差吗 没有口红有什么用 应该没什么区别了 ok 可爱的 ok 就这样吗 就这样好 红部分就算了 这已经是我丑的极限了 真的假的 就不丑 你不要这个吗 导演你不要这个吗 不要 这太猛了 发型要不要变 发型 对啊 我觉得发型 那就变成发型吧 对啊 这样看起来挺吓人的 你这样斜眼看起来 导演你脾气好好啊 要我就翻脸了 没办法 注重公众形象 我没法翻了 好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是可爱的吧 对不对 我觉得我女儿肯定特别喜欢 我现在这样子 你这样很帅啊 少公好帅啊 谢谢你们放过我 你们四我不会删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控诉 第二条是什么 来 各位请看 作为导演 你会不会太爱演了 导演在这里面有演吗 他为什么要进影帝组呢 他如果没有演的话 他有演 他每个角色都演 好 我们来听听看 有什么具体的可以控诉的 他每天早上都才给我们台词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才给剧本给你们 对 我们前一天都不知道要拍 要说什么 知道要拍什么 可是不知道要说什么 他应该没得睡啊 好让人心疼 你看你白天拍戏要剪片子 然后第二天早上 还要再给他们剧本 因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每天会根据剪辑 然后来调整一下他们说话的语气 和一些细节 所以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把手机掏出来 上一块网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在跟你聊剧本 谁要跟你说 谁要跟你聊 发个微博上个网 谁要跟你说 不是 我听起来 有点熟 因为大家应该都是早上起来 谁上个网 然后呢 然后呢 寻找一些灵感 寻找灵感 给他们把新的台词发过去 你有没有考虑过演员 其实需要提前准备的 你给过他们很难的台词 他们觉得他们搞不定的吗 有 有 怎么说柏林 怎么说 可是那个讲了 剧本里面的没关系吗 没关系 因为那段我们已经删掉了 剪掉了 最后还没有 对 还没有用 有一天早上就 来 柏林我等一下传一首诗给你 那他是 首期譬如说这样吧 嗯 然后是整面是满的 而且要刷两下 对 然后怎么可能呢 然后后来他又改了一个 那我到现在还记忆有心 是那个 明朝的唐顺之 叫苍翠亭 松来风涛生 风去松涛罢 风汉松林生如波涛 意思就是指 当风吹过松树林的时候 所发出的声音 所以松涛是一种声音 而不是一个画面 一个景色之类的 原本更长 就是突然给你这么一段词 要你在现场把它背下来 对 而且是五分钟之后 就要拍了 是 我在剪辑台上 觉得太啰嗦了 就删掉了 邵峰导演是你见过 最爱演的导演吗 基本上我每一条 他都要来给我演一下 有一次我演一个 腿麻 腿麻的戏 他就 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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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演啊 然后他就给我示范 这个腿麻要怎么走 这个 对 他一直给我示范 并且要那个摄影师开机 要把他那个 自己录下来 自己录下来 你是不是剪了一个版本 是你演的 而且是 每一个角色都是他 到不然怎么可能让开机啊 对啊 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什么 到时候上映的时候 也许他们看不见事情 是 上映的时候 他们俩就引地组移出去了 只有一个 我们有证据 我们看一下导演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爱演 来 各位请看 第一次当导演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群众的呼声是 导演 你会不会太爱演了 导演 在认真地跟艺人说戏 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大不了的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然后 你看看前面的 然后唱着唱着看着这样子 震灵晚风吹动的风海 真剧有 震灵 震灵 震灵灵灵 震灵 那不要看着这样 就像领导舞蹈一样对 你们看我的眼神太无奈了 导演 你说戏韩自大配唱也太专业了 差点忘记你是出过唱片的人 这真的是韩寒吗 这确定不是谢霆锋的MV吗 真的好帅 莫莫达 获得本场第一名的歌手 韩 不说韩导 下次要不主题取走一个 是谁啊 韩导来了 他来了 他真的来了 原来为了示范呕吐戏 几分钟前一路上都含着一口水 党都挡不住导演一颗碍眼的心啊 我准备懂得先不用提示 不要那个往后仰 太恶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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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韩导 这不会也是你吐的吧 今天拍的是出大戏 我真的好紧张 说说说那个那个 最后 最后 我怕呢搭在地上 就像这样拖 这样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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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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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上的朋友都让一让 好 寒寒要上来演戏了 有没有 是不是很爱演 老婆你真的很可怜 我下部片一定要把纪录片组给炒掉 太好笑了 我没有想到他在现场会是这样子 我以为他会是稍微矜持一点 书卷气一点 你在倒的时候脑海里面是文字多一点 还是图像多一点 更多的其实是图像 是图像 所以你自己演的那副头像 就是他自己演的头像 刚才那个剧中有MV是不是 那片子里面 哎呀 你是哪一年发片呢 我不记得 但好像是我们是同一年发片 哇 他打得很厉害啊 两大天完 因为就是 那乐坛其他人怎么活呀 你们两个同时发片 我是04到06 你呢差不多那时候是不是 差不多 我记得就是 那个夏天都被我们承包了 主要就是我们俩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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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并称乐坛双H嘛 那唱片惨了我那你说 你今天如果要你现场唱一段的话 你觉得此刻 哪首歌最符合你 此刻跟大本营的观众分享的 这一刻的心情 你唱一个吗 唱哪首呢 因为我没有现场听过你唱歌 就是我们用了 在片子里面用了一首歌 就表达那种叛逆的心情 就是一种对世俗的一种反叛 别样的 类似别样的 但不是别样的歌 是女儿国 你女儿挺美的 你女儿挺美的 这叛逆在哪 后面的开始叛逆 叛逆在后面两句 高起来 对 说什么 不是那个调了 不是刚才那个调 说什么王权富贵 怕什么戒律情贵 只愿天长地久时 与我一众人而今相随 好叛逆啊 爱涟漪 爱涟漪 远尽深长相随 好叛逆 马上想要战斗了我 听完以后 好叛逆的感觉 我可以坦白吗 我脑海当中 大师兄 大师兄 我不知道是 师父被腰壳打斗了 对 应该是要抛去那些条条框框 那你用他的歌 你跟西游记剧组说了吗 我说了 你说 然后 其实那段情感挺感人的 因为唐森 有一个各种原因 客观原因 没有办法跟这个女儿国的国王 在一起 因为当时在 是二师兄告诉你的吗 在那个有一个版本里面 而且不是那个电视的版本 唐森走的时候 他只说了四个字 后悔无期 还是有期 说的哪四个字 悲逆说我忘了 你们清醒一下脑子不要理他 你们说 唐森说了四个字 在另一个版本里面 比亚真棒 超级叛逆 他说的是似梦似幻 OK 我觉得我下半场的节目 一定一直纠结在这四个字里面 你还是想得出来 不不不慢慢想我给你时间 没事 他说了四个字类似 他就对对着那个 然后说只盼来生 好想哭啊 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你这四个字真的点到了 也有可能不是这四个字 啊 我的鸡皮疙瘩要掉了 这样既然我们导演这么爱演 我们今天现场就让两位演员 让你们来指导导演来演一场戏 让今天导演爱演的导演演个够 好不好 好 好 来 新版西游戏 陈导冯导两位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新的影帝 影帝我们寒寒 OK 我觉得 既然导演这么爱演 得给他难度高一点 他不演 蜘蛛侠好了 到哪里 蜘蛛在片场 哪里的片场 后会无期 后会无期的片场 蜘蛛侠在后会 在后会无期的天台上来 搬砖 就这样 要搬砖 搬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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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这样我觉得 好努力 好有节奏那一下 好努力 把前面的女儿锅捡起来 这个很像在蜘蛛洞 盘丝洞 我现在努力的把你刚才的形象 和你睿智的文字联系起来 似梦似坏 我发现这是一个精分的世界 真的 我想起那四个字了 那四个字是什么 对对对 唐森当时说的那四个字 是 若有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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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跟如有来生太不一样了 对对对 若 一定要精准 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 若是 如就是 如是 还是进入下一个环节吧 进入下一个环节 好 其实呢这个这一次呢 三个半月的时间 剧组转场去了很多的地方 然后呢 每一个地方呢 其实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仪式 就会有一场 忘不了的告别的足球赛 这是因为谁喜欢足球 大家有这么一个仪式 主要是因为 我们平时最受关注的两位 那个男演员 然后他们不会踢球 所以我们剧组就 每次转场的时候 就会举办球赛 就羞辱他们 对 因为他们一直是画面的焦点 终于可以有机会 让他们不是焦点 原来就是在焦点之外 明白了 就是一直在镜头之外的人们 寻找存在感的一种方式 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到马兰山 也要这个后会无奇的剧组 也会在这儿留下一场 这个足球赛 我们这个足球赛呢 叫做南部岛的足球赛 南部岛足球赛 中间由说风队长出列 月坛叱咤风云 封雷之组合 封雷之组合 由队长选取队员 你逐捡到我逐拳头 一 二 三 我选笑风 我选陈柏林 我可以拒绝吗 经过一般激烈争抢 最终韩寒队伍 由冯绍峰 陈柏林组成 何老师队伍 由维嘉 海涛组成 参赛队员都要进行捆绑才能作战 规定时间内 进球队伍多地方获胜 由娜娜 胡欣当裁判 谁能赢得这荣誉之战呢 双方要有名字和口号 你就商量一下好吗 你叫做 他们的名字 女儿无情 什么东西啊 我不要这个名字 他们叫后会无期 我们叫若有来生 你们叫什么 后会无期 后会无期 想相去有时 好 完全不准其 来看这个 好害羞啊 这样讲 三黄基组合现在陷入思考 因为这边这个文学 那个气氛太浓了 这边也不可能显得 完全没有文化 三黄基大胆地喊出 你的口号 没有 我不是三黄基 我们组合名字叫做 橙色风暴 我们组合名字叫做 我们的口号是 橙色风暴 让你来报 救命啊 来来来 哎这样这样这样 哦你手背负 哈哈哈哈 哎那个这样 来 拼颗心 拼颗心 好了我们首先到这个 嗯 谁来发球的时间 我们这里有一个 哈哈哈 对 对 来 等一下 车回船 来 哎 哎 他快找到一个 很好碰到这样的一角 是我们轻轻松松的 把这个球端进了球网 哎 好 不是不是不是 哎不算不算 这个是提到我腿上进去的 不算不算 那又提到你哪里 你管他怎么进 从我们这边发来来 我来 从我们这边发来来 海涛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海涛 海涛 你去直接打门 海涛 对不用略过我们 好来 来吧 好了 来 好啊 啊 哈哈哈 唉 Ha ha 哈 没进了吗 没进吧 没进吧 进了进了 好准啊 好帅啊 海涛你在干嘛啊 海涛你疯了 不是不是 他们两个挡住了 挡住不是就好吗 等一下 这两个球海涛的辩解 第一个球是 不算不算 球是按着我的腿进去 踢他腿上了 最先随着 现在黄色等你来报这个队呢 他们发生了一些 已经被报了 不是裁判 我们的队员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们不应该挡住他 黄色 黄色这边等你来报组合 已经被报了 现在呢 已经被报了 这样 我们不能进攻 就三个人防滋手 不行 不一定 不一定 来吧 而且我 我们两个又坚强地跑出来 别乌龙啊 只有一个要求 碰一下球 让我们 啊 完了完了 来了 要来了 能不能别让他总拿球啊 你 海涛 海涛你看得见球吧 哎 你说你再说一遍能不能什么 能不能别让手门员总拿球 能不能让我们碰一下球啊 我们先发我们先发 来 好来 哎呀我的鞋带伞了 等一下 我发现我们这边为什么会输的原因了 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控球 不不不 因为我的黄金右脚被绑住了 哈哈哈 我的黄金左脚有点 哈哈哈哈哈哈 我左脚不是很像你 哈哈哈哈 我只听过北口大虎是黄金右脚 黄金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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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寒你不能这样 对啊 力道 他们的战术就是拿到球之后就传给韩寒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行呢 而且我作为门将也不能当最佳射手 哈哈哈哈 好了 又是门将又是最佳射手 准备开始 可以吗 可以啊 哎呀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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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跳 哎呀快快快 上 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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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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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 等一下 已经出戒了 还得开刀了 尽快 已经出戒了 出戒出戒出戒出憋出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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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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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vagy Nas 没事吧 快快快 疮それ 来吧 好难活动啊 往那边 往那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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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套 你快点补一脚嘛 来了 来了 开套 别往自己门里面射 别往自己门里面射 快点 快点 没事 有我呢 怎么这么好笑 回一个球 没事 有我呢 有你就糟了 哇 哎呀 哎呀 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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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唱 愈唱 耶 耶 嗨 海涛真棒 好难走啊 对好难走 什么时候换球界啊 等一下 海涛 你是守门员 这球出来了以后 你应该回到你的位置 然后我们翻一个那个任意球 可是你经常 你经常在场地外面跑 你干嘛 你干嘛 你这样被绑着跑 特别像有警察在抓你 警察住小头 来 准备好了 最后一个球吧 最后一个球 直接射门啊 直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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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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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 哈哈 海涛 哎 大家都羞于认识 哈哈 我们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海涛 哈哈 哈哈 就怕海涛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想最后一个球 二十胸 二十胸啊 您辛苦了二十胸 二十胸 师父已经被女儿和国王抓走了 一个突如其来的回传 因为我现在已经僵持住他们两个人了 明白啊 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是的呀 我这样一个小脚一勾 然后你这边一个远射 我们 之前是不是应该稍微有一点 对啊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你要勾之前你回他 不行 我要给 我要给他们一个出其不意啊 你给了我们一个出其不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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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涛 他还你踢得太好了 没有 他们两个在中间 好会踢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价 他们挡住啊 对 他们的站位都特别好 站位啊 对 再加上我们队 又有海涛这样的选手 对 我也这样觉得 我觉得海涛是你们队 看到这个来的 我现在才明白 你要当守门员的意思 我原本还想说 你是想说让他们俩好好发挥 后来发现守门员是最关键的 对 他可以动 对啊 好 你有什么话想要送给海涛 我没什么要跟你说的 别来我们队以后 哈哈哈哈 拐涛 极其业余的 第一个理由是 嗯 嗯 他踢着我的 挨着我的指 那个是找进去的 腿进去的不能松 第二个说是 嗯 我们的队员挡住了吗 我看不到球 第三个自己进了 哈哈哈哈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南部岛的足球赛 下一个环节再见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Vivo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 快乐家族 哦 掌声欢迎今天我们的三位男神 韩寒 冯绍峰 陈玻璃 欢迎三位 欢迎你们 好 《后会无期》这部电影呢 在7月24号的时候跟大家见面 这部电影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在微博上呢 有一个很高的热度 特别是这个三位主演的互动啊 常常会使一个句子呢 特别是从韩寒的微博发出来之后 就会形成一种热潮 然后有人说他是新的段子手 然后有 比如说之前的那个依然体 听过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啊 听过很多了 就很多人都写了很多很感性的 我还 我还转了呢 你转了 你怎么写的 我写的挺感性的 你说的 我说见了这么多年神 还依然是一身虚胖 OK 有很多网友呢 也在上面写了很多 几个非常近点的事 我觉得有一个好心想说 给别人点了那么多赞 却依然没人给我点赞 就是要的很少嘛 他要的 就给他个赞嘛 我好想去给他一个赞 现在有没有新的 可以让我们大家 可以跟我们微博上的朋友 来互动一下 大本营的观众啊 对对对 给我们男生寄出一个段子 对 你现场说一句话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来 这个形成一个新的题 你此刻想到 想到一句什么 早知道你不是个好人 没想到你连个坏人都不是 这很伤人 就是这个人没有存在感 毫无价值 是剧本里的吗 剧本里的 你说这好造怎么造 早知道你傻 没想到你这么傻 早知道你不是什么 没想到你连什么都不是 哦 柏林 早知道 早知道这里不是天堂 没想到连 地狱也不是 地狱也不是 早知道我们不会进球 没想到还会自己进一个 连个球都没摸着 好了 那么大家在微博上 也可以跟我们互动 互动一下 那现在呢在微博上呢 最跟风最热议的呢 是我们这个导演的一个新的身份 他现在是这个 国民乐父 对对对 那这一切呢都源自于 这个韩韩呢在微博上 发了小野的一张照片 但话说回来 你后来就几乎没有再发过了 其实故事是这样的 最早的时候呢 我没想发小野的照片 我觉得家人如果更好的保护 当然能更好了 但是后来发现不行 因为好多人想要拍照片 然后开始问身边的朋友 买照片一些娱乐记者 那这样的话其实挺不好 而且万一照片拍得不好看 我也脸上无光 所以说 所以我就选择了在光棍节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故意的 后来朋友告诉我 光棍节的时候呢 我就把小野的照片放了出来 我就按了一下 在微博上按一下发送的时候 我就没想到 旧边乐父 旧边乐父 因为你在光棍节 发女儿单人的照片 太调性了 别人以为你在呼唤些什么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 到底这个小野的照片在广大 喜欢他的朋友们的心中 有多大的反响 自从韩寒当上了国民乐父 不管他在微博上发什么 点开下面的评论 十条里有九条 都是热情洋溢的 乐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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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连冯上风都跑来凑热闹 哈哈 不过国民乐父才不会手软 马上at女主人你 我说冯上风 你这下傻眼了吧 国民乐父究竟有多火爆 让我们来看看绝对不可能是托儿的路人们 是怎么说的吧 你是想对国民乐父喊喊说一句什么 岳父您就逞强我们吧 你敢直呼我岳父大名 来 你过来 来 来点聊聊 谢谢大家关心我们这一家 我会照顾好小眼的 你好 这位先生 打扰一下 请问您认识国民乐父吗 有意思吗 这无不无聊 你们这记者真是的 能不能给我乐父点个人空间 你好 有问题问一下 关于韩寒被称为国民乐父 您是怎么看的 我是觉得吧 就是大家关心是好事 但是别给韩寒太大的压力 这两天呢 他就老给我打电话诉苦 哎呀 但是现在我也不能叫韩寒了 他就叫老丈人是吧 我说了就是 谢谢大家的祝福吧 感恩 感恩 这位先生您好 请问您是怎么看待 大家都叫韩寒乐父这件事情的 哎呀 缘分妙不可言 天注定 感情讲究这个两情相遇 是吧 强求的感情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那既然您都想明白了 您能下来了吗 我不 想到你会把这个玩意儿下给我 你答应不答应 小眼 谢谢我们的特别主演 我特别佩服他们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都有一种前面的人不是我的那种 这个话说他后来就为了保护女儿的隐私 同时也不希望这个岳父的热潮越来越助长 所以就没有再发 但今天为了快乐大饼 因为他对我们节目还是蛮有诚意 所以呢又独家来放送一张新的照片 我们这个岳父 国民岳父和我们小野的合照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 哎呀 好可爱 哎呀 好可爱 他特别喜欢跟我一起去探险 他跟别的那个小女孩不一样 每次要到这种荒郊野岭 然后玩一圈干嘛干嘛 当然最后他的结尾是永远是一句话 就是 爸爸给我买个冰激凌吧 这就是一天的完美的结束 正好借着这个平台 小孩子在三岁之前 最后四岁之前一定要用婴儿安全座椅 真的 因为这个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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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的一点 他们在坐车的时候 你感觉好像是三十多四十多的速度 其实三十四十非常非常慢 你在车里对成人来说几乎没有速度感 但如果你突然发生意外 或者说 急停的时候 那小孩承受的这个冲击力 是他的身体所完全没有办法承受的 而且不要放在前座 这些话虽然说着有点枯燥 但是真的是 希望 其实希望如果以后在座的各位朋友 能有小孩的话 可以让他做儿童安全座椅 这个很重要 谢谢导演的提醒 谢谢 然后呢 这个呢就是说 骑自行车的那张 我知道大家肯定觉得 为什么把那个姑娘的脑袋给卡掉了 不要紧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谁你不说我真没注意这个 对啊 你要提醒我们 我们才想起来 我是不打自招了是吗 那你们就把它当作我吧 然后呢 你平常穿裙子来的 然后呢就带小孩子继续玩 如果要骑自行车或者什么的话 还是要用这种他专门的作用 专业的安全衣 戴一个小的头盔 就非常有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是有人拜托你这样做 还是你就觉得你有义务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安全的这个知识 主要是作为车手也撞过车知道好痛 哦 就希望也知道很危险 就希望别的孩子不要承受这个危险或者是痛 对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你年纪轻轻的 现在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岳父 你心里是如何想 我听说剧组他们很多人都管你叫岳父 连我看邵峰都在微博上都有管你叫岳父 对 因为他们都是去开玩笑嘛 主要也是表达对小野的喜欢 我其实还是 但是我隐约的有一种担心 我就怕 如果哪天大家知道我有个儿子啊 或者也还蛮可爱 就变成公公 然后我就喊公公 对 是应该叫公公的 好 这么热情的呼吁呢 那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岳父不是那么好叫的 女婿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接下来 我们韩寒就要在快乐到饼厅现场立下守则 未来的女婿要遵守哪些规则 好 来 还是一个错译版 对 这个错译版是很有含义的 其实所有的这个想要当女婿的都先看着啊 如果有违反 反面 正面是遵守 反面就是违背了之后 对 受到惩罚 对 受到惩罚 对 其实只有六个字 就是他中意 我满意 不对 不对 这个容易有奇异 就好像就是他中意了以后 我就肯定满意 不是这样 应该是他中意并且 并且我满意 这差很多 差很多 这个要达到并且不容易 我要是让你满意 我还有一天要告诉他 爱上了杜海涛 你怎么办 我是中意了 不知道您满不满意 先跟岳父踢场球呗 不会吧 不会 我女儿不会这样 出汗了 出汗了 我眼睛里有恐惧 太暗了 导演他们真诚的 在回答一个问题 可是我想问一下 作为一个父亲 尤其是孩子 现在还是很小的时候 你是不是不敢去想象 就是将来他长大成人 要跟另外一个男人 组织一个家庭这件事情 真的一想起来 就特别的痛苦 特别的痛苦 特别的痛苦 如果那个男生是像冯绍峰 或者是像陈柏林 这么优秀呢 你回头看看他们 我得考察一个 真的 完全 因为要并且嘛 要并且 接下来我们就考验 他们对于孩子 到底有没有这个亲和力 然后呢 孩子在他们这个 在他们的管理下 是不是听话 因为有人说过呢 这个爸爸是 儿童时尚的终结者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 请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盛情邀请的三位小宝贝 那么要请我们的 韩寒 邵峰 另外呢 还有我们的陈柏林 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们 好 来要给他们来做一个 服装的搭配 好 我们有请宝宝们上场 上来 来 站在中间 好可爱啊 小粉人 一个人的小粉人 可爱啊 漂亮的 好了 首先是我们的 首先是我们的 自我介绍的时间 好吧 自我介绍的时候了 先来呢 先来好了 你自己拿麦克风好不好 来 大家好 我叫刘初天 我 我今天 四岁半 好 欢迎 可爱 大家好 我叫张厨一 今年五岁了 厨一 这是新朋友啊 你是不是最小的 来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叫郭虎朵 我今年四岁半了 哦 虎朵你也是四岁半了 他也是一模一样大 他是四岁半了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有三个 那个爸爸给你们打扮 好吗 我们每一个小朋友 可以选一个哦 一个呢 是这个穿白衬衣的 他叫韩韩 他是导演 然后那个穿花衬衣的 那个很帅的那个哥哥 他叫冯绍峰 他是一个演员 还有那个坐在地上的那个 那是谁啊 维嘉哥哥 对 那是维嘉哥哥 好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选了 那 胜色很大呀 是一个演员 是一个演员 田田你要谁来帮你 小孙 卫生 哎呀 小孙 哎呀 为什么是他呢 因为他的衣服很好看 他的白衣服很好看 这都看得出啊 好 说得对 喜欢说得对 好 那你呢 我选韩韩哥哥 哇 韩韩哥哥啊 第二票了 韩韩哥哥已经被选走了 那怎么办 那你们都选韩韩吧 你帮我穿 哈哈哈哈 不一定啦 人家 人家冯绍峰说不定还有票 朵朵你要选谁 选那个戴眼镜的 戴眼镜的 戴眼镜的 韩韩 哈哈哈哈 你看 我帮你穿 哈哈哈哈 那就是田田先选了韩韩 是不是 那我们别的小朋友 就在剩下的哥哥里面选 好不好 那你要选谁呢 现在你要选谁 韩佳哥哥 要选韩哥哥 好 韩佳你要对冯绍峰说什么 你自己穿吧 哈哈哈哈 所以朵朵我要邀请冯绍峰 哥哥给你穿好不好 给你搭配衣服好吗 你大声的说好 好 好 他给你长得好像啊 真的 你们脸型是像的耶 不是 是冯绍峰脸红了吗 不是 那不是什么 你说 我腿麻 我腿麻 哈哈哈哈 站起来演一个腿麻 你现在腿真的没有容易吗 站起来了 好来 腿好容易麻哦 那我们小朋友先站到我们的位置来 三位选手都确定了自己的小搭档 冯绍峰和朵朵一组 缠韩和甜甜一组 维家和楚怡一组 我们的题目是 宝贝要去参加其他小朋友的生日派对 应该怎么穿 选手们要在三分钟内 按照题目挑选服装和配饰 并帮宝贝们换好 哈哈 面对这样的考验 男神们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其实看的还蛮有趣的 三分钟的时间 要去给小朋友搭配一套去参加派对的衣服 而三个小朋友呢 都长得非常的可爱 最后会 我好像打电话求助一下 想打电话求助 你在家里是不帮小野搭配的吗 嗯 都是他妈妈来做这个事情是吗 嗯 你是 你是要让他去见许仙吗 你真惨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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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条小青龙 哈哈 你真的是时尚终结者 哈哈 哈哈 稍微看一眼就知道 没有 重点是他搭了什么 找了什么 都跟他第一个看中那双雨靴不搭 他就没有想过要放弃那双雨靴吗 我不能放弃雨靴因为 因为你的孩子是要去看险的对不对 他必须要有双这样的鞋子 对的 我自己的女儿特别喜欢雨靴 你自己女儿特别喜欢雨靴 好 这套跟雨靴多配 哈哈 甜甜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甜甜好担心 甜甜甜的脸好担心 甜甜脸已经垮了 现在邵峰要求场外求助 我帮忙吗 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 是参加派对吧对不对 对啊 哇 红配绿好棒啊 可以的宝伯可以的 嗯 可以的 摇滚一点 可以 这样就省得再选一次裤子了嘛 不用对不用 你赶快去帮他穿起来 只有三分钟哦 快去帮小朋友穿起来 你们好歹也争取一下自己的那个 合作的宝贝的意见好不好 对的 哎 C给他穿什么就穿着 你喜欢吗 对啊 他有下半身啊 他有下半身啊 对 你负习翻译也已经没有办法了 人家甜甜说不想穿那个恐龙衣 被姑娘拒绝了 被姑娘拒绝了 他被拒绝之后自暴自弃 挑了一个摩托车的衣服 我想问一下孩子去参加同学的派对 为什么要穿摩托车 这是睡库啊 这就是骑那个独轮车啊 你不要穿那种轮 好看好看了 有鸟格哎 喜欢吗 我喜欢 可以可以 就可以了 那酷酷呢 哎对还有裤子 哈哈哈哈 哎 男孩你要快点哦 你现在这条裤子 你先帮他穿上那个衣服 然后你看一下 所以你要配女孩别啊 不用不用不用 他现在 他现在身上这条裤子就特别漂亮 很搭是吗 对很搭 哎我觉得维加这边是可以的 我一日只 自己选对 他自己喜欢那个 这小朋友都好有主念 哎这个哪个是正面哪是反面 你好可爱 这个是背面 松锦带在背面 对 韩寒你这样发弄好 她很怕被偷拍了 最好像韩寒第一把把这个 男具被小姑娘拒绝了 我不穿 我们等那两个笨叔叔弄完了以后再一起出场啊 好 那下面就是亮相的时间了 从三号首先是佳佳和她的小宝贝楚怡来 好棒啊 好棒啊 裙的人 亮相 耶 好 接下来是 韩寒和她的宝贝甜甜 好看的 好看吗 是吗 是吗 爸爸 他皮下课敞开 其实敞开好看 但爸爸就希望女儿关得越死越好 敞开有点太开放了 好 这是我们的 那个甜甜把眼镜取了一下 露出漂亮的眼睛 来 把眼镜发在这里 架在头顶对 刘海又惨了 这爸爸是真没弄过来 哎呦哎呦 怎么办怎么办 哎呦 挂在衣服上吧 挂在衣服上 挂在衣服上吧 就放在衣服上吧 夹在衣服上好 好 帅气满分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是冯绍峰和她的小公主朵朵 哇 好可爱 这套 这套很邪大 帽子可以摘 好可爱哦 这是我们派对上吃的蛋糕吗 好可爱 好可爱 朵朵朝前面 朝前面 好好看 朵朵朝前面 来 好漂亮 好漂亮啊 好棒 来 那个每个 每个参赛选手 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好了 我是这样 我有遵循她的意见 我首先挑到我满意的意见 然后呢我就给她看 她就说好看 然后我再拿不同的衣服 然后我给她比较 但是后面拿的都是白用功 就是她就说她想选这套 就选这一套 所以我是完全遵从她的意思 对对对 这套白用 小峰你是第一次帮小朋友 来换衣服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 我选了套比较乖的衣服给她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乖 所以我希望以后我女儿也能像我一套 你怎么知道我小时候也穿过 对我们问一下韩韩好了 我之前选了一条恐龙的衣服 然后被无情的拒绝了 而且她毫不犹豫 田田就 然后我就马上就选了这件皮 这个开始田田就是看到第一身 那个恐龙衣服出来的时候呢 她自己在那个旁边大笑哈哈笑 后来突然意识到那是要给她自己穿的 就很紧张 我们现在的后面都在 你这车也好酷的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就缺一台摩托车了对吗 好的 我们 我们谢谢小朋友了 谢谢啦 谢谢啊 谢谢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二二二科学实验战 今天跟我们一起做实验的有我们的樊涵 有我们的冯少峰 有我们的陈伯玲 欢迎三位 像我们的那个白色的这个制服特别帅 好帅 其实我脱了我里面那件也一样 它就是白色 你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是叫做惯性 那其实现在除了是比如说在物理上有惯性 其实现在人的思维也有惯性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讨论的岳父 那于是大家就惯性的都管韩韩叫岳父 叫岳父 然后比如说现在流行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大家会惯性的就都用这个口头禅 惯性思维 对 好 那今天说到这个惯性呢 我首先要试一下了 那我们有请我们的黑衣人 黑衣人好伙的 现在不知道 现在都是头条 我要请他们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出来 因为现在不好请 很难条啊 对对对 好 有请黑衣人帮我们今天的道具拿上来 好 来嘛 好 小方 亚鹏 小黑 你们都上了头条 你们知道吗 这是关于惯性一个非常著名的游戏 叫做扯桌布 惯性是指物体保持原有运动状态不变的属性 而今天我们要挑战的项目 是最最经典的扯桌布 嘉宾需要迅速扯掉原桌上的桌布 同时保证桌上的餐具 在桌布扯出后停在原地 不能掉出桌外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这需要扯桌布的瞬间速度足够快 才能使桌布和盘子之间的摩擦时间最短 从而完成挑战 那我们首先可以试一下 谁来试一下 这边 你来 动作最缓慢一点 有海涛 你来试一下 不不不 他是我们里面 你们来试 你来吧 你来吧 海涛说找一个动作最缓慢的 然后你来再去演呗 扯就会紧张 就我直接这样扯就行 就用力 好险啊 那你就很喜欢你的差一点 韩韩为了避免自己紧张 讲究在聊天的时候就整个 有点心情 对 私交不一样 那我有一点点担心一件事情 还是痛了一下吧 就是因为邵峰他这只手现在受伤 他不能用力 所以他只能单手 你可以试试单手吗 我可以用水吗 我怕脖子扭上 完全没问题 你可以邀请一个 你觉得很默契的人 充当你的另一只手 我来帮你 我自己两个人一起 又来了 所以我就不能两只手 对 就一人一只手 一人一只手 然后你们 这很难 关键就是要一二三要同时 主要三 邵峰你这抓得再远一点 对 远一点 对 三的时候我们 一二三 三 抬手 一二 等等 哇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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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布都撕烂了 太厉害了 你们得手 一二三 你们手手先 先扬到一个高度 要不然高度不一样的话 它那个速度不一样 实际会不一样 三的时候一起 三往下 听三就喇 对 三就往自己拿 方向都往这了 我给你们设置一个高度拿 你们一起骑到我这要再下 小皮 不要不要 不要 这样三个人摸起更难 太高了 太高了 不要太高 好 来了 来了 一二三 好 好成功 这个事情有默契的 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这看着好帅 我跟你讲 那个成功那一刻 一种快感 有然而生 尤其是团队就更 好愉快 这个很简单 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你跟欣欣要不要试一下 不用 你是不想跟她 试一下吧 不是 欣欣我们这样 我们盲扯 何老师指挥 然后你们盲扯 好 好看 这个盲扯好吓人 盲扯 来 有眼罩没 不用是吗 这盲扯很吓人 盲扯很吓人哪 不要 先抓好 不要 我这个盲扯很吓人 欣欣你已经在抖了 没有 我在想 这个在你的院 好好好 我这边 我这边 远近没有关系了 好 远近文明 好来 盲扯大赛 闭眼睛 来两位 闭眼睛 闭上三的时候 闭上眼睛 来 闭上眼睛 来 准备好 三之后还是三的同时 三的同时 好吗 一二三 一二三 不要 不要 干嘛 这样 真的很无聊 好 那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 刚才 这个非常刺激 但如果你觉得 这已经是今天要挑战的内容 那您就错了 一个小桌子 在阿阿阿科学时间站 根本是上不得台面的 那接下来 韩寒踩着自己的眼镜 这个节目组陪吗 我听了一段 所以说的 正好小号 我听到一声脆响 我以为韩寒踩着个杯子 不然一看是他的眼镜 我不想看你们拉桌布那一幕 不想看是吗 太惨了 好 接下来 高杨刺的升级实验即将上演 从一人份的挑战 变成五人份的集体挑战 分的结果 韩寒选择冯绍峰 陈柏林 吴欣 海涛组成五人队 何老师选择快乐家族 组成五人队 五个人在自定指令后 同时要拉扯一块桌布 这不仅要求每个人 都达到最快的速度 更重要的是 还要求五人有高度的默契 动作整齐划一 才能不影响队友的发挥 五人全部成功 才算整队成功 就算只有一个人失败 也视为整组失败 将集体受到 在脸上点阵的惩罚 到底哪一队更能扯呢 我们邀请黑人 帮我们把接下来的挑战 拿上来 应该高跟鞋 对 小芳笑了那张图片 我在我的微博上发了以后 上了头条 然后小芳自从笑了以后 她就自己觉得自己是大牌了 你知道吗 看到我们从来不笑 亚鹏心里很不平衡地 挡在了小芳前面 小芳你笑一个好吗 你你因为笑上了头条了你 你你再笑可能还可以上头条 笑了笑了笑了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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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了快了 喂 亚鹏默默地躲远了 在远处笑还行 我想我现在想要这样扯 很扯啊 啊 那难度这个长度太长了吧 你想这么扯啊 那不是扯 太扯了 你这么扯 你这么扯 就像在那个精英节上面 精英女神 就拿着那个 是这样的 就是边上很重要 哇他们这个 海涛 那我不在边上 这一对是在听海涛的话吗 没有啊我觉得 没有 一指手 我觉得一指手 这一对在看海涛呢 然后垂直地往后扯 力量往下 每个人呢 每个人呢 韩寒你为什么是单手 韩寒你为什么是单手 我觉得单手比较好 你们的口令是什么 你们要阻一 一二扬起来 三 你们要不要凭空的 先试一下 就是不抓 试一次配合一下 先不抓 来 一二三 不行不行 非常不齐 非常不齐 海涛比你们至少慢两三 不要管他们了 不要管他们了 我来下口令吧 好来 让他们自己来 准备好 一 全口像什么 一二三 是这样的 好 等一下 现在是正式还是是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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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真的 省的没 故事呢 好 一二三 凤哥 没想到是你 哈哈哈 快了大 我跟你说 掉到这个 不是 没事没事 别难过 不是 我跟你说 掉到哪边 不一定就是这个人的问题 因为有可能旁边的人 连累了他 对连累了他 你刚才扯的稍微有点重 对对对 他连累我这边掉了一个 哎呀你这边掉了一个 我没发觉啊 不是不是没有没有 掉了一个刚拿上去的 我们现在就要惩罚是不是 好 来了 好 来了 我要给他们点字 我要给韩汉点 我要给韩汉点一个大字 哈哈 大字若语 哈哈哈 要别点在眼球上 哈哈哈 我觉得掉盘 碰了 哎呀 哎呀那个太 掉盘子的应该多掉一个 多点一个 对吧 来给我给我给双星姐 不要 这个好看啊 哎就好像二郎神 看一下 小王 我来给 为什么他这么帅我是这样 特别像那个 卖膏药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古代药 古代药妆卖药药 王一切 我们了 我们了是吗 我们了 那如果说我们一次成功 就不用再来了 对不对 好 OK 转 我跟你说 很好 刚才他们那边就是因为海涛轻重不适合 对 出的问题 咱们 咱们这次海涛又在这队 最赢的几率 我现在已经有经验了 我应该等刚才看完之后 我再来决定 选人 我们不聊这些了好不好 哈哈哈 不聊这些伤感情 哈哈哈 哦买卦 好不好 你这样 哦买卦 我们还是按主持的站位 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是被住的 好吗 好 来我们先先什么都不抓 先什么都不抓 来 两个手是吗 两个手 来 说到三往下用力啊 来 一二三 再一次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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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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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来 不所谓吗 不就是脸上长颗汁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桌面不要有褶皱啊 不要太多褶皱 就是要把它弄平 还它们都不平 别动了 好 来了啊 站位也一样啊 对对对对 站位也一样啊 就就像刚才那个手上没有东西一样 还是刚才那个节奏 好 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 准备啊 一二三 哈哈哈 一看就知道这个团队脱后退的人是谁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对不起 哈哈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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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没事吧 哎 哎 我们下个可以换人 哈哈哈 哈哈哈 没事 把五个都贴在你脸上 哈哈哈 好了 哎 哎 我是这个对的我可以贴吗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可以自己贴自己啊 哈哈哈 拉那一下好吓人 哎呀好吓人啊 哈哈哈 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自己要求 我要贴个奖的我贴这儿 一点菜 哎 哎 好那我也贴 哎你知道韩寒多扯吗 想看家 智上面 哎呀 你好恶心 哈哈哈 哎你好恶心 韩寒 这叫连环智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我超风特别有意思 对吧哎 你要大的小的 我是随便 那就来个中的吧 哈哈哈 哎给他来点毛吧 啊 哈哈哈 哎我这个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老是下一次的想看 我这个智慧 哈哈哈 这一轮我们就专心挑战 好 不贴制了不要紧张好吗 那我们这次啊 不要有什么准备 啥都别想 夜夜长梦多 一二三直接就上 好 好 好来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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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胜利地挥舞我的志望 我们扯得比较好 会扯 会扯 对 我们比较会扯 大家知道韩寒除了是个作家 是个导演 同时呢 她有一个非常主要的身份 她是一个专业的赛车手 那这一次呢 我们快乐大饼的 啊啊啊科学之间站 启动了一个超豪华的 一个非常复杂的外拍 由韩寒来挑战 你来看一下 谢谢你带我来野餐 这是我的荣幸 就是也太热了吧 别管那些有的没的 你快把果汁递我 我真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自己来拿呗 我让你递给我 我够不着 我不管 我让你递给我快一点 今天的啊啊啊啊啊科学实验站 来到了长沙的洋湖生态智慧新城 在这里我们封了一条 刚刚建成的道路 之所以这么大费周章 是因为啊啊啊啊科学实验站 为快乐大北营男神祭 特别企划了一次 大型的户外实验 此次实验也是为赛车手韩寒量身打造 为了让他成功地完成这次实验 节目组还特意将韩寒的专业赛车运到长沙 男神来了 开的时候这么帅 下车怎么是这样 你要帅一点 这样一下出来 你们可以通过剪辑 把我手里的帅一点 通过剪辑把我手里的帅一点 大家好 我是韩寒 好热 好热 这就是南辰的车 这是网上著名的那辆车 网上有很多视频的 这辆爱车 陪韩寒跑过了多次 中国房车锦标赛的比赛 他还从参加赛车比赛至今 已经取得两次房车锦标赛 场地赛冠军 五个拉力赛冠军 无疑 他代表的是 目前中国汽车拉力赛中的 顶级水平 海涛坐一下副驾驶吗 没有副驾驶 赛车是没有副驾驶的 没事 你若坐好便是座位 那我可以也去坐一下吗 可以可以 等一下你要先问一下 这个座椅昂贵吗 如果他坐坏了 要赔多少钱 你先问好 没事 你们节目组收视率高 你们承担得起 刚才男神从里面出来都那么费劲 我可咋办 你试一下 这画面真的太美不肯看 算了 海涛我让他告诉你 方向盘是可以取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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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海涛你只有取方向盘 你才能坐进去 等一下他取了方向盘 他怎么开 他就是没想让你开 寒寒的车我想坐一下 我必须把方向盘是拿出来 好像还是不行 可以可以 宽敞的 那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拆了 宽敞的 舒服得很 还得把方向盘是安 这就是你的战神 我坐在寒寒的战神里面 我们先观赏让他感受一下 太好了世界终于清静 终于把它除掉了 我们下一个环节就开始吧 我们下一个环节就看到 怎么在里面自己 怎么说呢 舒服啊 里面挺宽敞的 你知道要比拼来了吗 刚才我们都看到 那边有一个大的桌子 上面有很多的碗盘 你们要用惯性的原理 用各自的座驾 就一瞬间 这个桌布掉的时候 看看谁 正在桌子上的这个盘子最多 谁就是获胜的 是这样的 那个韩汉哥的车也已经在这儿 很酷 很帅 我也是有车的人 我知道这个 可是你的车不能看到这个 我知道你的车 你换车了 多海套 黑人把我的车开过来 多海套换车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你要用这辆车 跟韩汉参加我们这个 惯性的比赛 是 我其实也是给 那个韩汉哥做一个示范 这个惯性应该怎么玩 就是说你往前骑 然后要扯掉这个桌布 车定在原地 然后你人走了 也是惯性 如果你一会儿真的出现了 这个场面怎么办 那个120不是在那儿呢吗 那我们走了 这不是全下来了吗 杜老师 我还没发力呢 回来吧 已经全掉下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 海涛骑的单车 因为速度太慢 所以挑战失败 今天 阿阿阿阿科学实验站 给韩汉的终极任务 就是在255套 约重170公斤的盘杯的条件下 要在瞬间 将部顺利扯出 经过前期缜密计算 韩汉必须驾驶他的爱车 在200米以内 至少瞬间加速到 1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以上 才能有成功的可能 到底韩汉能不能完成此次任务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呀 来了 我们刚刚已经把后面布置好了 接下来去看韩车神的了 车神有信心吗 好紧张 万一不成功 现在摆一次了 不能不成功 不成功便不成人 加油 韩导 加油 韩导 出来拍我 我还是有点紧张 韩导 加油 韩导 加油 韩 回来就这样吗 韩导 加油 太危险了 千万离得远一点 工作人员也是 我怕绳子断到以后会偷到人 我们把你放 上了副驾驶 韩导 这么帅呀 上了副驾驶 韩导 收到了吗 我是海涛 你好 韩导 你放心的加速吧 我们已经回到广电了 我们已经回到安全了 好的 大家带我向何炯和谢娜问个号 哈哈哈 好 韩导 韩导 我准备倒计时了 好的 三二一 出发 那个胸位不一定了 出发 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导演 我真的太好 我没有听到你们说话 他没听到 还会来吧 还能还能 你说到了吗 你成功了 说到 这个我们节目组 还有一个特殊 花了很重要的心思在里面 我们现在请你上那个牌子 到上面看一下好不好 我成功了就能看到这一幕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每一个蓝色的位置 就代表电影院的座位 祝福你 和魏武器片坊打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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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ear it calling outside my window I feel it in my soul I hear it calling outside my window I feel it in my soul The stars were burning so bright The sun was out till midnight I said we were lost control 妖怪还带来了 I see The stars are dark al来盒 菲鹤鸽宝 ni Tabii 厉害 yay 亚洲物淘汰 Jose 随了大阪营 新日游戏王 竟惨遭滑铁卢 各位好汉 请出权 请抱拳 还没开始 薪仙会吃啦 各位好 meg subscribers です 都是无事 那宗外之仗会吃啦 不是 charisma 26 到底會不會吃到 看中中其餵會不會吃到 讓麥上演水果奇遇季 等一下 你幹嘛大英雄隊 我愛你 我愛你 我也愛你 雷婉如 我的鴨子一分好嗎 好啊 筷子兄弟 華麗逆襲男神祭 昔日男神經 一秒變男神 男神祭邀請你們 你們的心情是 但是你們很有品味 很有見賞力 我沒有感覺 我們家已經很像天團了 長腿男神祕笈 大曝光 不是 是不是叫落刀 馬藍山召開武林大會 南北廣場舞相聚馬藍坡 當長沙小燕子遇上東北甄嬛 誰能笑到最後 笨大的迎來 我們就是想見見 我們心中的偶像 長沙小燕子就是我媽媽 我們命當啊 媽媽你的門面好寬的了 看亞洲舞王 綜藝首相廣場舞 啊啊啊 超刺激實驗 驚爆你的眼球 哎呀 危險 上面可以換成開水光 挑戰能否成功 世上最殘酷成功 等一下你印牌密碼 趕緊告訴我印牌密碼 他們將如何應對 不要 再計時 還有六 五 四 燒我之前你要說什麼呀 我不會讓你說燒我 十 九 八 娜娜能否逃過一劫 謝謝 今天我們要敬我們的三位男神 我們的陳柏林 我們的馮少峰 我們的韓韓來到我們的快樂大秉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vivo智能手機快樂大秉 全部內容 請大家在7月24號的時候 到電影院來支持後惠無期 導演加油 謝謝 在節目最後呢 讓我們感謝飛鶴一貫好男粉 高姿美白BB霜 以及你好漂亮 對我們節目的大力支持 好 如果你快樂的話 要看快樂大秉 不快樂的話 更要看快樂大秉 大家一定要去看後惠無期啊 謝謝大家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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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謝謝